刑事局公布两名脱逃收容人的长相及资料列为重要紧急查气专案 这两人在花莲自强怪异间服刑 返家探亲却没有在时间内归遇 其中一人更是已经失联超过五个月 民众听到有点心惊惊 台南沙警案发生后不少民众对治安产生疑虑 刑事局这回公布的两人分别是徐亚伦以及康玉豪 其中炸七犯徐亚伦8月20到22号返回屏东 原定在22号下午两点要回到自强外溢间 但人却失联 另一名同样是炸七犯还有伤害前科的康玉豪 3月19号到3月21号回新竹 该回监狱报道也没看到人 不过像是康玉豪脱逃已经五个月 但这几天刑事局公布有民众觉得实在是太慢 你会觉得他们公布时间有点太慢 太慢了 检查机关均已于获报后依法发布通气 地检署外溢间通通解释没有延误通报跟公布这回事 五个月前脱逃的康玉豪地检早在3月22号发布通气 徐亚伦逃脱隔天也已经发布 其实若有收容人未归 外溢间会先打电话给家人确诊 一到两小时内若真的没联络到人 就照行政程序通报 这一次可能因为杀刑案敏感时机 刑事局特别专案公布 TVBS新闻高中黄凯敬花莲采访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